数字货币领域几乎中国人占据了百分之七八十的江山 就是中国人就对这个数字货币敏感 开发技术简直到了超出你想象的熟悉 就中国人对数字货币的技术研发和那个适应性 来自DNA里边的 而美国现在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所谓的人 大量的截击数字货币那真的是自杀的 任何国家任何政府 当你没有金融和货币收贺权的时候 你的一半的权力已经没了 你看看习太阳到今年春节前我给你保证的 他全部的经历都会是中东沙特阿联酋伊朗 叙利亚以色列阿曼科威特 所有的经历干这事 香港数字化货币中心 中东的所有的数字人民币石油化 不就代表把美国的石油美元就给干趴下了吗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就香港数字货币中心这招很险 很险 很险